新闻话题来看到 意后观光复苏延伸出来旅游消费纠纷 根据平保协会的统计 在今年上半年旅游消费纠纷总共有518件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3% 其中又以行钱解约为最多 机票机费问题占了第二名 而今年随着国人旅游人次飙升 在东北亚地区的旅游消费争议为最多 累计有171件 更有领队分享了带团到北海道的温泉旅馆 到现场后才发现 温泉设施还在整修 因此延伸了消费争议 让旅行业者也感到无奈 搭飞机自动通关方便又省时 除了韩国等国家之位 30号再新增捷克布拉格机场 自动查验通关系统 双边互惠增加通关效率 但意后观光复苏 刮起出国旅游顺风 消费纠纷案件也跟着变多 平保协会指出 曾有一名女子帮一岁多的女儿 购买飞机婴儿票 出发前两天才被告知 女儿在旅途期间会满两岁 必须改为儿童票 得再多花6200元 引发民众不满 也有领队分享 带团入驻北海道温泉旅馆 抵达后才发现 温泉在整修 团客因此与旅行社发生纠纷 平保协会统计旅游纠纷案 今年上半年共518件 比去年同期增加53% 争议第一名是行钱解约 共有135件 机位机票问题87件次之 导游领队服务品质和饭店变更 也上榜 如果以地区排名 今年旅游消费周分 以东北亚旅游171件最多 第二名则是国旅 以往占最多的东南亚则排第三名 民众与旅行社有定型化契约 保障彼此权益 但意外事件难防 民众最好行钱规划时看仔细 到当地也需入境随俗 与旅行社多沟通 避免引发争议 坏了出有兴致 记者杨小语王伟辰 台北采访报道 对住他们 零 我们都没有 冒赏 接着